今年我提了四个议案 四个建议 议案也可以叫提案和建议 四个都是 三个是关于西部教育的 三个是西部教育 一个是关于继续请求中央和有关部门化解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效债务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中西部民族及落后地区 或者叫民族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 高效自主设置以及文科博士典的问题 第三个是大的最大的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梦想 和我们奋斗的目标 关于建议国家在目前无直属高校 无什么直属呢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中西部十三个省市自治区 临选一所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建议 这个事是跟国家的计划是联动的 你们都知道 财政部和教育部启动了一个中西部 十四所高校的能力提升计划 这十四所大学是怎么产生的 恰恰在中国到现在为止 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 没有一所中央直属大学 这件事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说不仅它关系到西部人才的培养 甚至我这次上升到什么高度 上升到 关系到西部长治久安 民族团结 政治稳定 我还提了一个 对这几个边缘的落后的 少数民族 拒绝的地方 要像建设新疆建设兵团一样 来建设高等学校 关于这里面的重要意义 我就要讲了 我到贵州大学去任教以后 我身为西部地区的教育 发展跟东部发达地区教育相比的落后 感到揪心 我用了几个字 我说是需要给养输血 但是更重要的是自我的肺部代谢能力和造血功能 但是目前西部的地区是出不了人 就是培养人的层次很低 高层次的少 再一个引不来人 因为没有平台 就是引来了 就是引来留人也困难 所以这个关系到人的问题 我认为很重要 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党的政策 我们国家早就说过 我们要实现教育的公平 起码要把不公平的最好解决的这一代 我们还要实现民族复兴 共同发展 这个不平衡的状态长期就存在 所以这一次我讲了 我想我们西部的人民要什么 我们的高校要什么 我们想要的是体制机制的断腕 以断腕的气派来实现体制机制的发展和改革 这不是李克强总理讲了吗 民之所望就是我们的司政所向 那西部人民 西部的高校 西部的校长想什么 想的就是这种 能不能国家有关部门 以断腕的这种勇气 来支持咱们西部的教育的发展 我最近讲了一句话 我说西部的我们贵州省委 省政府对教育的支持 不要说断腕 已经下到什么大的地步 断臂 说贵州省支持教育 这穷地方 人家省委书记省长 怎么支持教育的 下的力气 那是掏心磨瘟 放学 都支持教育 那好了 贵州大学是不是中国的大学 西部的大学是不是中国的大学 我又来一句了 竟然这十三个省没有中央直属 就是这个什么叫直属 财政支持 江西 大家都知道江西是革命老区 没有江西有中国的现在 你们都知道井冈山 锐金 那我再说中间 河南 河南省可是华夏始祖 几千年文明 结果河南人民 河南这么个地方 人家都说 河南 河南 河南